羅仲謙這日訪盟人學校宣傳電影小Q 為了感受視障人士的生活 典仔還蒙眼吃東西 不過就一直失敗 他說差點想用手 其實都不知道 但幸好小朋友提我 你現在夾了菠蘿了 夾了肉 因為他說 咦 是不是吃到口才會知道 是啊 我們一向都是吃到口才知道 我們吃些甚麼 不能選擇的 其實是 聽起來好像很輕鬆的一句話 其實我覺得是 很令人感慨的時候 楊兒為了做人 來近一年都不會開劇 而謙仔就會回來香港拍劇 兼陪老婆 看來這次的做人大雞 是自在必得 其實我們計劃了 始終人不在 都不知道怎樣計 只有計 這次真的要實際行動 是否也不會考慮 在下一集拍劇 我覺得不會 因為其實 因為有小朋友 未必是我們可以控制得到 如果你真的接了劇 的時候 你就必須又要對劇組負責任 變成會 兩面不討好 所以變成都不會接著劇 天仔和楊兒都就來生日了 做人大雞之前 是不是也要想怎樣慶祝先呢 那就看看她怎樣幫我慶祝 因為我是比她早兩天 如果她重手一點 我就再重手一點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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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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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